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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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过这故城的小街 街边的你数着落叶 只剩在你手中摇曳 平天气氛猛烈 路边飞过几只蝴蝶 对你眼神有些无解 我以为能猜头心结 却还是不够甜甜 正巧被我等见到了 我跟你们说 你之前让我挺备的 太惨了 满脸是血啊 给这儿说书员看 这赫连奖 头上红着衣服 头也不敢回 便是撒腿就跑啊 越苗越黑 不信你就去试试看 侯爷 你真是一点都不着急啊 那绿帽子都戴到你头上了 好 只要不打仗了 百姓们都心安无事 我被消遣几次 并有什么关系 说时迟那时快 这个心怀天下的男子 却是那割肉未愈的 不在心肠 万事求太平 平远侯听见这声音 竟是放下手中的棍子 是个好人 二位吃得还好吗 甚好 掌柜的 今日出门匆忙 身上尚未携带银 稍后 我叫管家给你送吧 没关系 这顿酒啊我请了 不必 管家稍后就会送的 大手高 谢谢 恭送侯爷 出来 侯爷在这哪 是吧 还拿着这说一句 来来来 您俩咱的头雾 咱们是没听到说 我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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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我们这 这挺饿啊 委屈 夫人 宝贝 看你往哪儿跑 挺凶啊 少爷 少爷 妥了 怎么说 我刚跟他们说完 我前脚刚走 那些双书的 就已经添油加醋了 他们说你 深夜浅入平云府 私会叶小葱 这词用得好 白杖书肯定进账了 对呀 然后他说你被白杖书 是拙劫在床 白杖书将您是一顿暴打呀 打得满脸是血 然后你慌着屁股就跑了 这 过了 我让他们开过来 开过来 来 姚起负 叶小 叶小聪 你到底要干什么 委屈夫人 好端端一朵白莲花 如今却成了一颗绿油菜 还得反过来安慰我 真的是 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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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不到葡萄就出葡萄酸 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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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大人 侯爷可在府中 可否通报一声 侯爷正在商讨对敌大计 我劝你们 还是先行散了吧 万一惹侯爷断了思绪 怕是都要治你们的罪 什么啊 我们那么喜欢侯爷 干吗要治我们的罪啊 那人是谁啊 我怎么没见过他呀 我也没见过 这么突然闲事 那怎么办啊 夫人 您这是 赫连石在不在 叫他出来 我有事找 我们家少爷不在 要不您先进府里坐一会儿 等我们家少爷回来 不在啊 行吧 那你就跟他说一下 我在李家客栈 天子一号等他 不见不在 这事是不是 应该背着你叫侯爷 你这不是废物 快去 我去找我们家少爷 平远城 作为兰语国最后遇到防线 一手难攻 北国定会从东面发起进攻 我们将城中七成兵力安置于此 定能阵势住北国 七成兵力 白长说 你当北国将军都是傻子不傻 另外三城分局南北两侧 将油桶滚石安置于城墙之上 早晚各检查一次 以免忙中出错 好 于我所想出入不大 就按这个办吧 站住 少爷 少爷 起开 少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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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eno 好 彩 那个 还不少 你抢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